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制嫌疑人右手拇指关节迅速折压 而后进行单手上靠 上靠后迅速折压柜心控 换手 嫌疑人有效控制后 硬靠环上保险 而后进行压解代理 在压解代理的时候 如果是单颈 首先在有效控制双手后 单手控制腕关节 随后 左手控制嫌疑人的肘关节 迅速立于嫌疑人左侧 通过语言控制 配合质地动作 对嫌疑人进行有效压解代理 双手控制腕肘 而后 起重心 语言控制 跪右心 跪左心 同时提拉嫌疑人 右腿前身 前身 在起身的瞬间 迅速折压 嫌疑人进行再一次控制 最后进行有效的压解代理 通过本阶段的学习 大家对肢体控制后 单颈的上靠 以及压解代理 进行了学习 通过学习 我们更清楚了 上靠的使用条件 以及压解代理的技术动作 本期课就到这里 下面 我们对技术动作 进行完整动作示范 开启 让动 出动武力控制 保持冷静 将右腿跪近 左腿跪近 右腿向前 保持冷静 慢慢起身 往前 走 动 动 爹 凯 动 逻 动 动 动 感谢观看